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Bili Bala Talk 跟大家更新2月大多人多市的楼市改方 继续气势如虹 亦是go above and beyond much beyond我之前的一些预测 不单只是我 可能是说很多很多经济分析师的预测都未顶 销情方面去到17,900单 这就是52.5%高过去年同期 同一时间不单只是屋 楼都开始回来了 销情方面升了64% 而价钱方面在condo方面 过去半年都是沉寂或下跌 虽然2020年都是轻微的上升 很多人会问未来会不会有升 一开始的时候Focus都是说全年 2021年都是升1% 但是2月就已经反弹2.2%了 如果这个升幅持续多数个月的时候 可能是有机会去改观 也都真的反映 会不会反映 很多的投资者 就觉得这个屋价升得这么厉害 楼价没有起 那会不会是反而是一个机会 来入市呢 当然顺带一提 顺带一提 我们觉得不升的时候 就有机会去入市 纯粹只不过是把现价 来比较房间之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看长远一点的价钱的时候 屋在2017年4月见顶 因为政府出辣椒 银行又来加重stress test 当屋价滑落的时候 在过去的三年是继续上升的 所以你究竟可否正确认 这个楼价是便宜呢 这个就根据你用什么方法去计算 以及什么心态 什么为止一个机会 屋价当然更变态 基本上来说 大多伦多市的升幅 今个月2月就是4.5% 刚才说了 房子是升了2.2% 但是这个房子就升了5.5% 而是整个大多伦多市 不同的区域都有类似这么强劲的 一个升幅在当中 这个模式会不会持续呢 如果看过去三个月的升幅 似乎跟当年2016年尾到2017年头 那半年的变态升幅 首三个月有些少少的类似 一开始是1.0%升幅 接着是2.3%升幅 之后是5-6%升幅 一个爆竟的升幅 接着就要问 假如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第一件事当然要改今年的Forecast 如果Coin島的Forecast 纯粹是1%升幅 那现在可能就要改成 可能5%升幅 一年里面 如果这个房子 之前是9%升幅 暂时还未知道 要继续看多1-2个月 但是另一样值得再注意的问题 就是政府的措施 会是什么呢 政府的措施 会不会又回到当年 当你爆升的时候 就来到去打压 哪怕是出口述 完之后 投资者的反应又会是什么呢 会是真的好像当年那样 搭回Wash out 所有的升幅 即使没有暴跌 还是 话之你照买 多高都继续承担 反正我没有其他alternative 投资 不投资就笨实了 又要来到拭目以待看看 如果看回另一样东西 就是究竟楼市如果真的爆升的时候 在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呢 之前分享加拿大第4季GDP的时候 提过一下 就是说 其中一样 为什么第4季GDP 会比预期好 就是因为housing investment 大了很多 overall来说 第4季就 升了18.4% 18.4% 但如果你细分housing 的话 你会看到 new housing 即是起楼 升了17.4% 而这个renovation 在家经济 肯定是强劲一些的 就升了20.5% 比较其次少少 就是二手楼的销程 transfer 就是17.3% 怎么计都好 总之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上升的 而这些所有东西上升 的确是可以带动 整个经济的GDP 是有一个更加强劲的升幅 在当中 强劲的升幅是否真的好事呢 那些人觉得自己有了钱 简单来说 某程度上是数字游戏 某程度上 当然也是很实际的 我明白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带动消费 那些人捨得花多了钱 但是 就不见得会有人工的增加 所以当你如果继续 不停地扭换楼 除了赚到钱之外 那些新上楼的人 可能会更加 变得百上加根 因为楼价 和你真正的 income gap 会越来越扩大 如果你在香港来的时候 我相信 你即使没有经历过 也来到去听过 过去五年 很多事情的争议 都是一些政治的议题 吵吵吵 各方面 但是五年前 实际上 你可以说是曾荫权上台 之后 一个period 到梁振英 刚刚上台 这段时间 大家围绕的争拗 都是说 地产霸权 这件事 会不会在加拿大里 去重复呢 尤其是现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本身已经令到贫富远殊 以及各行各业的平衡 非常之紧张 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当中 楼价 绝对会令到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 政府的政策 是会来到去 现在疫情 不要打压 算了 有它 或者是这件事 会有作经济 Let's go Let's go 还是觉得 这样不行 长远来说 会打击整个加拿大 整体的健康 究竟会采取哪一道板库 就拭目以待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樓的时候 绝对是一件拍烂手掌的事情 只要它不会 谷到白为止 大家都不开心 如果你没有樓的时候 可能有一种心态 就是尽快去买 否则不能够 或者会更加爆胜 已经全部都是 所有人的基本预期 究竟未来是什么 继续吃花生看看 今天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like subscribe和share